一群武装到牙齿的海盗 挟持了一艘正在海底航行的潜艇 为首的是海盗头领老黑父子 他们抓来艇长 要求立即关闭求救信号 可信号一旦打开 指挥台就会收到求救信息 小黑舰艇长如此英语 当即就给了他一个透心凉 老黑的手下急忙控制潜艇 可这时他却发现有一物体 正在快速地朝着潜艇 还没来得及汇报 潜艇就发生了剧烈的摇晃 手下紧盯监控画面 只见一个身影再次发动攻击 这让老黑等人差点没站稳脚跟 接着只见发动攻击之人 他单人徒手操作 全身上下并无高科技装备 却能将巨大的潜艇给顶出了海面 舰艇内的海盗如临大敌 两人拿着武器紧盯出口 只是突如其来的他先 让两人当即栽倒于地上 接着只见来人跳入艇内 而他就是海王亚索 只见他浑身腱子肉 并留着一头长发 只是转头的一刹量 他却是露出风情万种式的微笑 这话把赶来的两名海盗 海盗直接给温蒙 十一几秒这才回过手 开枪射击之时 亚瑟拿起舱带抵挡攻击 接着用力地将其制出 海盗当即被直接砸晕 身后的海盗还想偷袭 可亚瑟早有绿盘 堂起海盗朝着舱门快速奔跑 门后躲藏之人 也没能逃过贝家的命运 亚瑟随后打开舰艇中的一道安全 并将被关的船员全都解救了出来 只是在转移船员的过程中 小黑却是突然地杀出 子弹的攻击虽然可以将亚瑟击倒 但是却没有实际性的伤害作用 就在小黑还想用榴弹攻击之际 亚瑟一脚踢偏对方武器 接着与小黑搏斗起来 小黑刺出手中的利刃 明明抵近了亚瑟的胸膛 可利刃却是无法伤气分毫 亚瑟接着一掌拍断利刃 并用身旁的鱼雷将小黑击倒 见儿子被人暴打 身为父亲的老黑岂能坐视不理 他果断发射一枚榴弹 巨大的爆炸把亚瑟轰退至一旁 只见亚瑟浑身冒着黑烟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就在父子二人露出得意的微笑之时 亚瑟居然毫无大碍地站了起来 老黑见状急忙再次准备榴弹攻击 可亚瑟不想再次挨炸 他拔下一根书气管 用力地朝着老黑智取 亚瑟对着父子二人并卫下死守 他走到老黑跟前 拔下铁管准备离开 可老黑却是不识好歹 都这样了还想实施暴力 亚瑟急忙躲避攻击 可巨大的水压将一旁的鱼雷给冲倒 并生生地压在了老黑的腿上 小黑急忙上前帮助父亲磨开鱼雷 可这家伙实在过于沉重 于是开口请求亚瑟的帮助 而亚瑟则是留下一句话 说完他就毅然地离开了这里 老黑见这回算是活到头了 为了不拖累儿子 他拿出炸药逼着小黑离开 接着他便自禁于爆炸之中 而心怀恨意的小黑 从不思考自己所犯下的罪恶 乘着小艇去寻找复仇的外援 而这艘沉默的潜艇 也成了接下来一场大战的导火索 只是镜头还得回到男主亚瑟这边 他的身体虽然是刀枪不入 可他的老爸却是一个普通的灯塔看守 异于常人的体质 则是来源于他的母亲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天空电闪雷鸣狂松大作 亚瑟的父亲发现海边躺着一个受伤的女人 走近一看 只见女人一身皮甲 手上还拿着一根三叉戟 为了给女人疗伤 亚父把女人抱进了自己的家中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女人很快就得以康复 两人在相处的日子里产生了感情 没过两年亚瑟就出生了 原本一家三口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只是突如其来的攻击 打断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原来女人是海底世界亚特兰蒂的女王 因为族内大乱而逃了出来 为了保证丈夫和孩子的安全 他杀掉了这些鱼人 随后独自返回海底世界 随着时间的慢慢过去 小亚瑟第一次展现与生俱来的异能力 这天他与同学们来到海洋馆游玩 其中两个大个子同学 见亚瑟居然对着鱼儿独自在说话 他俩以为亚瑟一定是个傻子 在推荡之时 身后的鲨鱼却是突然的暴躁起来 并不断撞击着海底 这也引来众人的恐慌 然而小亚瑟并不害怕 他只是伸出小手 纷纷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小亚瑟在转身至极 身后群鱼都朝着他游来 仿佛他就是这海中的王者一般 这是过后没多久 一个叫维科的男人来到了亚瑟的身边 他不光教会亚瑟如何在海底快速 还激发了亚瑟体内的异能力 如此就有了亚瑟如今的现状 只是这一晃就是20年 亚瑟的母亲没有等来 却是等来了另一个海底世界的女人梅拉 她希望亚瑟能跟她返回海底世界 因为亚瑟还有一个同怒异父的弟弟 如今他在争夺王位 还想对陆地世界发动战争 可是亚瑟并没有兴趣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被海底世界处死 他不想参与到其中的争斗之中 于是驱车快速了离开这里 但他的不想参与 却被他弟弟视之为软弱的表现 一场人为的灾难 正朝着亚瑟袭来